大夫 不解口行不行 八個麥線 今天子銘跟大家說中醫的東西 題目有點有趣 神龍常百草 你也可以神龍常百草 今天跟我們有甚麼關係 首先是否要說那個典故 那個典故 其實神龍常百草這個故事 就是講我們中醫現在有一部經典 就是2000多年前 有一本神龍本草經 神龍本草經 就是記載著中藥的很多不同的藥的藥性 或者他們的功效 其實這本書差不多都是最早記載著中藥的藥性 但是關於這本書怎樣成書 你想想2000多年前 為何這些古人馬上知道這些藥的藥性是怎樣 應該是吃了很多次 中伏了很多次 自己吃 中伏了很多次 我想就是 但是既然會中伏的話 我們都很相信神龍本草經這本書 就不是同一個人寫的 不是不是一個人寫完的 可能是很多個人的前人 可能之前已經有很多人總結了這個經驗 才能夠慢慢把這些經驗 潰砸出來的時候 就寫成了這本神龍本草經 但是你說我們都可以做神龍 是堅定留呢 是 其實是可以的 就是上百祖中伏那裡 大家一定可以做到的 大家可以做到 但是我覺得 為何今天想說這個話題 就是在說很多不同的人 或者可能是病人 可能是朋友 很多時候都會問中醫一些問題 這些問題包括了 比如中醫 我如果經常喝羅漢果 好不好喝羅漢果水 或者學人浸些生薑 浸些蒜頭去吃好不好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總之就會答你 其實都要根據每一個人 不同的體質 去吃不同的東西 是 其實很多時候 因為我們中醫 都是要經過網民問節 看看你的身體 熟虛熟實 熟寒 還是熟熱 或者濕多 還是濕少 還是可能個人偏臭一點 很多種不同的方向可以去看 所以很多時候 如果你是未診過症的時候 你又很想知道 自己真的適不適合 吃某一種東西的時候 其實最好的方法 就是真的透過自己去嘗試 嗯 透過自己去嘗試 是的 譬如我們說中藥的弱性 我今天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中藥的一些弱性 好 其實很簡單的 中藥的弱性 我們基本上分為 一些的 我們首先會有五種味道 去分界定 我們的中藥 五種味道是 新甘酸苦鹹 新 馬上說出來 新甘酸苦鹹 新甘苦 差不多 是 新甘苦 其實大家經常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吃過 一些肉桂粉 有 不是甜的嗎 有一點點辣辣的 甜甜的 有一點辣辣的感覺 那個辣辣的感覺 就是我們中藥中藥裡 一種叫做新味的東西 新味的藥 例如有些辣椒 它真的入藥的時候 例如有一種花椒 我們會入藥 是 我們會入藥的時候 那些藥 我們也是以新味為主的藥 這些藥通常吃完之後 很容易出汗 所以就是一種透發性的藥物 透發性的藥物 甘味的藥是甚麼 我常常都分不到 甘和苦 指明 是呀 常常說一些 什麼涼茶糊糊的 甘草是不是真的 涼粉的味道 還是怎樣 甘草其實真的是 甘甘的 甜甜的 那種感覺 例如大家可能 真的去 去飲用一些 比較上 甜一點的涼茶 例如大家有用 有喝那些 例如雞骨草 或者棍枯草 是 甘草有一點點 甘甜的 甜甜的那種味道 那些就屬於中藥裡面 甘味的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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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甜甜的 喝口舒服 甘味的藥材 通常是有補的作用 補 是 有補的作用 即是潤的 酸 未算是潤 但是偏向補脾胃 偏向補 補一些補益 補益的作用會比較多 真、甘、酸 酸的藥材 其實也很多 嗯 有些什麼呢 大家經常用來 夏天大家很喜歡喝的一種涼茶 叫酸梅湯 是 酸梅湯裡面 最近都喝了 其中一個 最重要的一種 中藥材是什麼 就是烏梅 烏梅 烏梅其實也是一種很重要的中藥 酸有什麼好呢 烏梅當然就是酸 酸其實是 我們喜歡說酸入肝 是 酸入肝 如果一個人 肝比較虛弱一點 嗯 或者是 肝血比較虛的時候 其實一些酸味的藥材 比如烏梅湯 譬如一些酸梅湯 真的去入藥的時候 或者去吃一些酸的東西的時候 通常就對那個肝有補益的作用 指名 你現在要不需要喝酸梅湯 我看到你有點虛 你在喘喘你 你在走著 留下 有點喘氣的聲 是啊 所以這個時候 如果有人可以送一碗酸梅湯給我喝 那我就很開心 太好了 因為酸 其實你想想它是補你身體的肝的時候 令到你的水分增加了 令到你的水分增加了的時候 就能夠有一種生津的作用 所以你的口水增加了 酸梅湯就有這種作用 生津解殼 生津就是多些口水 但是… 還有苦同鹹 兩種藥性的味道 苦同鹹 對 其實酸 還有少許藥用 就是酸 通常這些藥性 偏向於收斂 例如有些女性 真的月經過多的時候 那些藥物通常有一種酸的味道 在裡面 就是想把它的月經收回來 我們藥性去看的時候 原來酸味的藥材 有一種收的效果 苦和鹹 其實黃年的苦 就是經典的苦 就是苦 雅子吃黃年有苦 自己知道 真的 沒錯 苦這種藥材 其實就是 會有一點清熱的感覺 因為苦有一種燥濕去清熱的感覺 所以黃年的藥性 就是清熱燥濕 嗯 最後還有鹹 鹹 鹹 鹹這種藥材 通常鹹 我們喜歡鹹入腎 鹹入腎 鹹入腎 所以通常鹹味的藥物 都是去補腎的作用 會比較多些 或者是去醫療一些 腎臟的病變 會比較好些 但是今天想跟大家介紹的時候 你們吃不同的藥材 或者自己去飲用一些補健品的時候 大多都離不開這五種的藥性 藥味 所以大家去試 譬如你想試一下 生薑對我有沒有作用 生薑會不會對我有不好的作用 其實大家不需要太害怕 因為其實你自己去試的時候 我們身體本身就有一個自我調整的機制 如果譬如你吃生薑 堅持每天自己浸一些生薑 醋的生薑 真的去吃一些薑條薑 才自己去吃 作為補健作用 你就先試一下 譬如每天 譬如一款 譬如吃幾斤 慢慢吃幾斤之後 覺得身體好像沒有那麼寒 舒服一點 那就繼續吃 或者甚至慢慢加大 如果加大到 譬如生漢瘡了 或者肚子有點太熱 不太舒服 你就知道要減量 其實是自己可以調整 可以去試的一種東西 就是自己循序漸進 然後這句你剛才說 大約五種的味道的時候 究竟你想做到甚麼效果 就跟進去吃那類型的食品 但如果要試的話 有否說期限 例如試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 還是多久 其實你就要因應自己身體狀況 因為你自己可以知道 你的身體吃了這種東西 是不舒服 是不舒服 慢慢調整自己 因為你是作為保健作用 調整到自己適合的 好的那個亮度就好了 明白 神龍常百草 每個人都做到 還有一個口號 想不到神龍常百草 竟然是現今我們都可以自己試 每個人都做到 好吧 今天再次謝謝子明 好